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窗外的雨 颇有些冷淡地说 你在这里住了几日 十来日 他每天都陪着你 东华恨恨地问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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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九紧张地不停摆手 就只有今日而已 东华稍稍缓和 听说你们要成亲了 没有 没有 凤九没有任何要跟他成亲的意思 东华转身看着他 那你为何来这里 凤九再次心虚地低下头 鼓鼓地撅着嘴 眼神左顾右盼 他不敢跟他说 他愿意来这里完全是因为信任凌峰 如果这样说了 傻子也知道帝君要更生气了 怎么办呢 怎么说呢 东华看着他一脸的心虚 还一副想编谎话编不出来的样子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照实说 你编的假话都太假 天哪 凤九心中一惊 帝君怎么这么厉害 连他想编假话都知道 啊 好吧 凤九实话实说 凤九不相信凌峰会伤害帝君 但是又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想着按他说的做 看个究竟 越说声音越小 很小心地看着东华的反应 东华没什么反应 他知道凤九说的是实话 他刚才出去 我看见了 看样子你们倒是有些难手难分 这个傻狐狸 没有 没有 我只是很感动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东华再次转头看着他 他告诉你什么 凤九换了一脸的娇羞 半舞着脸 慢慢靠近东华 轻轻拉着他的衣袖 低着头柔柔地说他告诉我 帝君会来找我 不会再离开我 东华没有回话 但是明显揉了很多 凤九偷偷看他一眼 他知道东华已经不气了 他胆子大起来 拽了一下他的手臂 将他拉向自己 然后稳稳地拥进他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他的腰身 东华 这是真的吗 东华低头看他一眼 轻轻一笑 用手臂将他还住 用脸庞抵着他的额头 温柔地说嗯 是的 凤九眼眶又红了 闭上眼睛 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太久 那么都没有指望的日子 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他都不太敢相信 可是东华 那三生时 东华将他拥得更紧了 闭上眼睛沉声说道 如果真有天谴 四海纷乱 我便再凭他一次 只是如果你有闪失 我怕伤着你 不 东华 凤九抬头看着他如果你要凭乱 凤九便跟着你一起 如果你有闪失 凤九说过 帝君生 凤九便生 帝君死 凤九也绝不会独活 如果这天潜落在凤九的身上 东华 与其那样日日思念 球儿不得毫无指望地活着 凤九宁愿因恶那劫还来的痛快 东华低着头看着他 突然他有些亏心 一直以来 这只小狐狸比他更有勇气 东华眼中充满雾气 九儿 我活了很久很久 你是唯一一个能和我拥在一起的人 你可知道这其中的含义 凤九一阵心疼 嗯 凤九知道 那你可能体会你对我的意义 凤九笑了 可是眼泪却停不下来东华 凤九知道 都知道 凤九生生世世都和你在一起 绝不轻易伤着自己 可是你也不许伤着自己 不许再背着我那样伤自己 东华开心一笑 轻轻抬起他的下巴 在他唇边一吻 凤九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融化了 轻轻闭上眼在缓缓睁开 痴痴地看着他 他又在他唇的另一边轻轻一吻 凤九娇笑出声 东华也陪着他一起笑出声 他将他埋进自己怀里 紧紧地抱住 然后闭上眼睛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这许多天来 他的心烦躁不安 飘忽不定 他痛苦地不知道该落在哪里 直到现在 他放下一切将他拥进怀里 他的心才终于安定下来落了地 东华松开凤九 轻抚着他的脸庞 柔柔地稳住他的唇 凤九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热情地回应他 等了那么久 谢谢你一直没放弃 东华拉着凤九的手推门出来时 乌法正等在庭院中 东华看到他威仪皱眉 乌法上前挤不担心跪地失礼 乌法参见东华帝君 女君 嗯 你后在此处可是你家殿下有何吩咐 乌法起身上前回到大殿下临行前嘱托乌法 将此书信交与东华帝君 这书信有大殿下法力加持 其他人看不了 说完右手平摊 手掌心中悬空出现一团白光 光源中心有一透明卷博 乌法小心地将卷博交与东华 东华平手接过 另一只手轻轻一挥 卷博开启 东华粗悦一看 眉头一皱 随即放松表情 对乌法说道 回去带话给你家殿下 就说本帝君说到了 让他放心 是 乌法完成任务转身离去 凤九站在东华身侧 刚才那眷博打开时 虽然他站在旁边 但却什么都没看到 眷博上一片空白 凤九好奇地问道 那眷博上什么都没有啊 凌峰说了什么 东华揉揉他的头发 宠溺地说没什么 他岂是嘱咐我好好待你 若是我们大婚便托人告知他一下 他为你配一束芙蓉花 凤九歪头想想 这凌峰也真是的 就这么几句话 还要故弄玄虚的法力 加持一个眷博 算了 凤九没再多想 开心地拉着东华的手离开布州山 魔族大军开拔灰魔界 天族未废一兵一族 只由东华帝君出面便轻松解决了一切 本来人心惶惶的先魔大战 还未开启就已结束 九重天人人都是一副喜气洋人快乐心情 东华帝君一人便击退 三十万魔族大军的名声在外 地位更是崇高无比 待魔族退军后 天君答应各路先有 倒是热闹了几日 凤九与东华约好 要在九重天陪他一段时间 只是他要先回青秋 毕竟他就这样出逃几日 回来便退了婚 又要和东华再一处 信息量太大 总要让他一家人慢慢消化一下 东华没有参加天君的宴请 他向来不喜欢这些场合 一些有点地位的先家 刘健表示一下崇敬之心 他也挑几个接待一下 好不容易得了点清闲 东华嘱咐私命不再待客 便回了内室 手掌心中唤出凌峰流的眷驳 挥手缓缓开启 紧锁眉头细细读来 帝君 眷驳上写道凌峰不才 征战半生 却仍旧无法安定魔界 我魔族内乱 父君立愈熏心 三地素颜暗中招募魔兵 且用阴山鬼王的禁忌法术豢养 凌峰深知 父君除掉凌峰的心一直未死 我魔族中必有一战 凌峰已经加紧布局 但却异常凶险 如布局成功则天下太平 我魔族与天族必当共护这四海八荒 永不互犯 但如若布局失败 如我父君有一天真的大军 压境开启先魔大战 帝君 到那时 凌峰怕是凶多吉少 与帝君此生无缘再见了 如若真有那一天 帝君虚妄无小心一伤鬼王 他本是界外的一团鬼气 却被我父君以三把魔兵生计召唤出来 他没有什么法力 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血迹来加持禁忌术法 凌峰知道 他是父君的戾气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 但凌峰却没有把握 父君会将他用在哪里 请帝君且不可待意 帝君 凌峰此去今年 不知是否还有缘相见 如若凌峰遭遇不测 凌峰的兵器吃烟刀将会回到 不周山须弥谷的芙蓉花园里 花园中已不下结界 如赤眼刀回到花园 便会震动结界告知帝君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柀 感谢观看